一直在講 從12月開始講說 好 那我們就做快打部隊啊 至少你短線 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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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錢賺到了 你就安心了 你後面要壓的時候 你就是拿市場的錢賺錢 這樣的概念 你心裡就 反正這也是多賺的嘛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游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吳月仔 吳老師來我們現場 嘿 廷浩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來到這樣的點位 足以證明 吳老師的預判是非常之準確的 但是對於過去的預測 我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 我在乎的是 現在你怎麼看 兩萬點到了 市場該追的不敢追 你不要以為說現在市場上多熱情 很多人都說 散戶的爆量 可是我具體去問了一下幾個 尤其是觀察一下 我們線上的網友 大部分都是 現在才開始買股票 過去6000點都沒有賺到 6000點 8000點都沒有賺到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忍不住要探討了 第一 有沒有上市的機會存在 第二 你對於2024年年底的目標價 自己的水位是多少 我看了一下國內投信 券商大部分 針對今年年底的目標價 最高是凱基 2萬 突破了 所以現在就要看一下吳老師 認為會漲到什麼樣的地步 那時候你就說2萬是有機會的 如果現在針對加權指數的持續上漲割掘 持續攻堅的機會存在嗎 年底目標價 你看多少 OK 好啦 我們回顧一下好不好 我們大概11月1號我在友台的節目啊 我就說不應該悲觀喔 結果沒想到哇 狂噴啦 噴了4834嘛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回檔再上來喔 我覺得這一波啊 如果是第一波對不對 我們講波浪理論 簡單的波浪理論喔 第一波然後二24那個回檔嘛 第三波這裡的目標價 如果是等幅測距的話 大概在20800 大概還有好幾百點 你說現在才是第二波囉 對 對 這很清楚的那個啊 對 這個 前面這裡是整理嘛 上面是整理 然後這邊下來嘛 這裡正式起漲嘛 然後這裡回檔嘛 第一波 然後1 然後2 然後3嘛 所以這一波上去的話 目標價應該是在20800左右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那後面的問題就是說 欸 邪惡第五波對不對 這一波的回檔 當然你說回檔0.38 我們講是20800左右 回檔0.382的話 其實在萬九附近 但是喔 這個地方我覺得 如果盤勢偏強 而且2萬4大關嘛 所以如果2萬守住 再往上再加個4800 差不多是2萬5 欸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在這樣的一個點位啊 首先啦 從短幅目標價來看的話 上漲大概還有700點的空間 對 可是回撤的話 有沒有跌破2萬點就差很多了喔 你回撤 回撤個1000點 跟回撤個2000點 它就等於會有心理觀卡的不同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跌到2萬點就有支撐 跟跌到萬九 跌到萬八才有支撐 它會形成針對今年年底 目標價的不同嗎 這當然啊 當然 因為如果喔 我們講傳統的波浪理論 概念是回檔之後再往上測嘛 對啊 那當然你回檔的位置 就會影響上面的位置啊 所以你說2萬跟1萬9那就差1000點啦 所以如果回到2萬再上那就是 2萬6 如果回到1萬9再上那就是2萬5 概念上大概是這樣 對 但是喔其實 當然啦這種波浪理論啊 我們從以前在學習的時候 那考考 投信投庫業務員 考分業師就在學嘛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波浪理論是一個很懸的東西啦 對 比那個思念還懸 OK 所以那個 波浪其實 我唱兩首好了 好 繼續繼續 所以說喔 其實在我們講傳統的那些理論上面 真的用在預測的理論其實不多 波浪理論是其一 然後台灣比較沒那麼紅是乾式理論 乾式理論就更選了 那個真的就很困難 所以如果光理論我們講 傳統經典的講法的話 那就等幅測距啦 OK 但是喔其實重點 重點倒也不是說喔 第一個喔 當然我們11月那時候 對不對 就叫大家不要悲觀 應該要用力買 真的就是逮到低點嘛 那真的長到這裡 其實我們也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一波 很多人都在講說 哇 你看2萬又上不去 對 所以你就發覺很多散戶怎麼樣 到2萬沒上賣 大家都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這種心態 但其實喔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我在 大概三個禮拜前 我在我自己節目就跟大家分享 所謂缺口理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大家要知道一下 才知道強弱你怎麼判斷 這個是過年完的 這個缺口一直沒有回補 這沒有問題 所以缺口理論的角度 這個地方叫做突破缺口 那突破缺口沒有回補是正常現象 那這裡再一個缺口 這個地方 理論上我們會判斷叫逃逸缺口 但是OK 這個缺口有沒有回補 是19532到19630 大家如果去看台積電的話 一樣都是這個缺口 所以我就說台積電這個缺口 沒補就是強 沒有補就是強 那當然 這個地方你說 欸 那個這是什麼 上禮拜四吧 上禮拜四 OK 禮拜四這一根長紅K 這裡要再創新高 其實意不意外 客觀講 如果我們先不要講什麼 波浪理論 就缺口的角度 這個強弱勢的狀況 這一段的整理就告訴我們 理論上要突破 如果不突破怎麼樣 至少你要回補缺口 那就代表這一步已經 進入整理了 那一直沒有回補 那就告訴我們 其實就是要突破 就這麼單純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這是缺口理論的部分 然後再來你從均線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一波真的就是很強 為什麼 你看十字線 欸 這是大盤欸 不是個股欸 大盤的十字線點到上 點到上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連短線均線 理論的格局都很強 OK 所以你說為什麼我會覺得 還是要努力做多啦 因為它的散戶就是這樣 所以對於年底的目標價 其實也沒差多少 兩千 兩萬五 兩萬六 沒有差多少啊 但只不過這一波 基本上也有來到一個 短線的乖離的調適點 所以等於是 其實我們也很快可以等來 下一波的乖離回調 有更多部件的機會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忍不住要問 可是如果我細看了一下 外資在今年的買賣潮 其實這幾天台北股市的持續衝高 外資回補金額沒有到很離譜啊 基本上都是內資的買盤撐起來的 所以我忍不住要問 第一 內資的買盤 它始終是有一定的定量的嘛 你幾千億幾千億的這樣砸下去 那總要靠國際的景氣的轉好 才能夠成立啊 所以就取決到 那外資到底就今年 有沒有回補的條件啊 你像上禮拜 台灣央行是很意外的升息辦嘛 聯準會又釋放出 今年下半年是有降息的機會存在 所以一個美元走扁 台幣走深的這種概念 就慢慢的形成了 那對於國際資金 有沒有回補的可能性 上禮拜聯準會包爾的談話 它有沒有可能對於下半年 全球有新一波的流動性溢出 使得台北股市受到外資的回復呢 其實當然我們這個 就從利率點證圖啦 這一次 其實觀察點就是點證圖啦 其實點證圖的角度 其實看起來 這個位階是目前的利率水準嘛 紅色這裡 所以其實就是2到3碼啦 所以基本上預期應該大概3碼 現在都是最多人預期嘛 所以你跟上一次來比的話 好像稍微再割一點點 這個地方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但是客觀講 剛剛主持人講到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 確實是最近的隱憂 最近台幣真的很弱 對 所以 那一支都在買 台幣居然貶 但是不完了 對對對 這個地方我覺得要觀察一下 但是客觀來講 我們從去年 我們講11月12月甚至1月 外資大量進來的錢 其實都還在啊 所以你說這一波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隱憂 但是客觀來講 你說包含ETF之亂啊等等 台股其實並沒有這麼缺資金 我覺得客觀講是這樣 那如果散戶啊 這個地方如果能稍微再轉正面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嘛 那 你的意思是說 今年我們看到台股上了2萬4 2萬6 很有可能不是外資買上去的 很有可能是你買上去的 那支嘛 大戶是不是 很有機會是這樣子的 對啊 其實這幾年 我覺得市場的氛圍都有點不一樣 特別是聰明的錢越來越多 而且他們散戶啊 散戶 但是大戶型的散戶 他們會用更多的槓桿 所以你看很多的股票怎麼樣 融資拼命拱 拼命上 然後 正常散戶就融券拼命空嘛 對 所以你說 正向反向的力量都是散戶在拱啊 那你說 其實從去年的 大概下半年開始 00929 就形成一波風潮嘛 那時候我們講 剛IPO的時候是80幾億啊 到現在是1700多億啊 對啊 我就想說台灣人怎麼會這麼狠 對啊 而且是 沒有最狠只有更狠啊 所以我就不經好奇 就是 現在的ETF好像都是 後面的去抬前面的 那 接下來的941 942 943 944 他抬得起940嗎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這 也不能這麼講 因為客觀來講 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 第一個我們講940為例子 他是前300檔 對 300大裡面選50檔 所以客觀來講 你說殖利益真的要選啊 什麼什麼好條件 選一選 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嗯 所以你說這個錢是要拱 940 還是說去拱股票 哦 邏輯上是這樣 能買的就那些 對 OK 好那我大概理解了 所以針對整個台北股市 和聯準會下半年放水的基調是不會有太大改變了 整個宏觀經濟的環境已經底定了 可是對於台北股市來看 它能不能輪動到對的資產就特別重要了 到底整個下半年的主流為何 我們過去一直有一個疑慮 我也跟很多分析師討論過 就是很少有一個行情 它可以維持超過兩年的 對 之前的元宇宙 你看現在的電動車 被動源卷 航海王 AI從去年3月就催到現在 你覺得今年還是AI的主機調嗎 還是它還是 但會換一種形式呢 對 這張圖 其實我們在聽好的節目 我們就用過很多次了 對 這個部分我應該去年11月在我自己的頻道 我就拿這張圖 這是瑞穎的 對 瑞穎的報告 在這邊 AI的那個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半導體 然後什麼hardware hardware什麼 硬體 其實就 我覺得就伺服器嘛 對不對 就這樣啊 所以這個部分你看到2027年 它的kegler 都還多少 38% 將近四成 這個 其實我去年看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興奮 但是為什麼 去年又怕怕的 因為廣達他們長太多了 哇長成這樣子 然後營收沒有起來 但是還是強啊 你說這一波它有回檔嗎 回檔完整理完 好像也不弱 它不像是過去那種強勢股 航海王一次就回來 對 那這種股票 就是現在台北股市操作就很尷尬 就我們知道AI還是主流 AI的成長幅度最高 可是能跟AI掛鉤的都很貴 所以你覺得該怎麼辦呢 不過你看喔 最近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去年是整個本益比推升嘛 因為廣達微創等等的 其實營收沒有特別起來 對 然後他們推升一波之後 紅海沒動嘛 所以你看這一波回來 反而是紅海動了 哦 所以概念上是什麼 你說包含最近近期 是什麼 那個台達電 光寶科 這些大牛耶 對 台達電有它的理由存在 我一直想不通 就是我們到底講的是 跟AI有直接聯繫的 還是說 只要能夠扯到AI的都還有機會呢 你像紅海 伺服器當然也是它的一個 很重要的營收來源 可是AI伺服器占它總營收 對 對 很少啊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理解 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題材 它是一個炒作的過程 還是真的後來的基本面會追上呢 OK 所以我們從上一章 我們從貨幣政策嘛 對 對不對 貨幣政策的概念 因為在降息的路上的時候 理論上本益比會推升 所以這是市場 Overall的概念 所以你說整個市場 如果本益比推升的話 那當然股價有空間 對 這是從貨幣的狀況 但是如果我們講傳統經濟學校 Money Illusion 其實那個股價其實是明目價格 所以你說明目價格被推升 有沒有真的實質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第二章會接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產業的概念 OK 那當然硬體的部分 還是台灣的強項 這客觀講是這樣 但是你看後面這個 其實我一直想要提醒這個 就是說 請你看AI的應用的部分 在軟體方面的應用 其實它Kager 是多少 139% 這邊是38% 這邊139% 當然你說台灣的軟體公司 有沒有那麼強 客觀講 現在還沒有 但是這一塊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所以 從去年我們一直在推伺服器的時候 就有同學在跟我講說 啊 老師你在講伺服器 伺服器就不會賺錢啊 我說那你當這些人是 科技巨頭是傻瓜嘛 他們買了之後 你要他布局多久嘛 我說你買了一年開始建制 建制完一年都閒置在那裡嘛 不可能嘛 所以你在建制的過程 你一定同時在思考說 我要從什麼地方換錢回來 OK 所以只要微軟 只要Google 只要Meta還在賺錢 那基本上這對於台北股市 就是等同一個鋼氣買盤存在了 對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很有趣了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啊 最近美國股市七大科技巨頭 已經不像去年那種顯著的暴漲了 七大科技巨頭啊 現在有兩大 都已經進入顯著的回調期 而且兩大分別就是 你剛才提到賣硬體的 雖然跟AI沒有太大相關啊 一個賣手機的嘛 一個賣電動車的 可是連科技股都開始出現 這樣的一個鬆動啊 它是不是也恰恰隱含著 我們接下來所經歷的指數上漲 很有可能不是全面向好 很有可能就是少數幾次 你剛才所提到的 不管是AI軟體 或者跟AI軟體 突逼這些企業 高度緊合的硬體商 會不會是這樣子 對 這個 如果我們要講稍微深一點點 其實我年前 農曆年前 其實我就有做一個專題 我在猶太有做一個專題 我就說 我們先把不要的去掉 那其中有一個我就講的是電動車 那當然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中國競爭起來嘛 對 結果它殺進來 基本上利潤就下來 而且如果那時候我是對照什麼 Tesla的財報 豐田的財報 BRD的財報 所以 年前我就說 我覺得電動車這一塊 要注意 基本上後面大概不好玩了 那當然你看喔 從蘋果的角度也很有趣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 我每次講到蘋果 停損電動車這件事情 我都會跟投資朋友講 我說 蘋果是怎麼樣 全球頂尖的公司 花了多少錢 多少人力 然後去布局在電動車這裡 但是你看 欸 最近它停損了 嗯 所以 這種頂尖公司都停損 你說我們一般人可以不停損嘛 所以這是重要的觀念 OK 所以它停損了 它停損當下股價漲 但它停損了 特斯拉繼續跌 因為顯得特斯拉都慘了 對 因為特斯拉沒辦法停損 OKOK OK 好 OK 那重點啦 這一張當然剛剛講了題外話 然後 這個地方是五家科技巨頭 這也是去年第三季 我特別拿這個數字出來 好 那 你看喔 第 它的2Q 資本支出是什麼 加總起來大概374.8億美元 嗯 你看這是五家耶 嗯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台股 我們台積電 資本支出多少 嗯 一年是三四百億美元 對 差不多三百多億 嗯 那去年 去年本來是估四百二啦 後來一路一路回調嘛 所以你說300多億是一年 人家是一季啊 而且你看我後面再整理這個數字 四大科技巨頭 前面是五大 然後這裡2023年資本支出多少 1400億 然後2025年預估要多少 2000億 那我們常常就講一句話嘛 大家都說哇台積最近其實設備股很強嘛 說台積供應鏈300億的資本支出 拱了一大堆的供應鏈出來 300億跟1400億跟2000億 你要怎麼比嘛 所以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就是台廠的獲利 那五大科技巨頭的支出 資本支出就是台積電的獲利啦 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點 因為當然我們會講輝達 OK 所以其實在之前大家都說 哇輝達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我說你先不用擔心 即便輝達財報不好 如果他對手是AMD起來 要下單給誰 一樣 還是台積電 所以我說輝達好或不好 對台積電都沒有差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怎麼樣 回答太太兇了 真的太兇了 我覺得這很可怕 OK 好那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一下 上禮拜的GTC大會 有時候會讓市場戳籃 上禮拜的美股大漲 到底是GTC大會 還是Boward的說法 讓美國股市大漲 因為上禮拜我們看到輝達的股價 持續在衝高當中 那這一波對於AI行情的題材 它又有什麼樣的助力呢 其實我覺得GTC大會 當然貨幣政策我們前面講 我們這裡就不多談了 對 其實這一次的GTC大會 我只能說我覺得這叫 真的也是剛剛一句話 就是沒有最狂只有更狂 對 去年H100出來的時候 你說多少 800億個電晶體 對 然後現在出來 那當然黃昇鑫很幽默 他說 It's OK Hopper 他叫Hopper 沒有 因為他出來了 為什麼 你看今年的B200多少 這是800億 這是2080億 這個地方當然從電晶體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就是摩爾定律的概念是什麼 過往都是講說18個月會翻一倍 電晶體數量會翻一倍 那價格當然就減一半嘛 概念上是這樣 H100是什麼時候推的 去年5月 然後現在是多少 3月 要超越摩爾定律 真的 就是more and more 對 真的真的 真的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當然這個問題也是很有趣啦 事實上是不是超越摩爾定律 定律其實不是 客觀講其實不是 為什麼 因為B200其實是兩個 兩個晶片去鬥起來的 所以你說真的除以2的話是1040 所以你說800變1040 差不多合理 所以當初B200要出來之前 很多的研究機構說 應該會用台積電3奈米 結果一出來說用4奈米 就是N4P嘛 結果一出來怎麼效能還可以拼成這樣 這個地方 我們又要講了 我們真的每次都講在前面 我們是不是說chip lat 其實他這個就是chip lat 就兩個晶片組在一塊 所以你說面積真的就大一倍嘛 將近大一倍啦 那中間當然什麼連接等等的 但是是什麼 其實就是chip lat的概念 那這邊我們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是電晶體的數量嘛 但是你看喔 它的這個throwput 我們講吞吐量 你從H100到這個Gb200 其實增加了30倍啊 增加了30倍 我們講這不到一年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喔 從這個圖來看 黑色這個叫摩爾丁律 中間藍色的我們就不講了啦 這個叫transformer transformer是怎麼樣 兩年要翻750倍 哇 當初其實這個去年我們也看過這張圖 我說兩年750倍是什麼概念 真的達得到嗎 這個數字就告訴我們 這是一年嘛 一年30倍嘛 30的二次放多少 900 所以這個東西 750恐怕還低估了 這個我覺得有點 真的有點可怕 更換講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什麼能耗的部分 大家去看看啦 我們就不多談 不過當然從能耗這邊帶到什麼 所謂的散熱族群 最近真的散熱也是強到不要不要的 但是重點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塊 NVIDIA 在那個軟體端的策略 就是AI的Foundry 為什麼 Foundry的概念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是從台積電起來啦 所以你看最近那個 那個Jensen Huang嘛 他不是在台灣說 我們就是台灣舊的回答 對但是你說反過來 那個這樣的一個概念 垂直分工的概念 你運用在所謂AI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一樣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答的策略啦 當然最近很多的影片都在說 哇什麼30年都走在正確的路上 每一次的節點都選對了 OK我們當然不用這樣吹噓啦 但是你客觀講喔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也是 就是如果在AI的這邊 它真的是一個Foundry的角度 OK 那你說後面的應用 軟體的應用等等的 哇我覺得可能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可能 看到這些數字 快的速度可能會超乎我們想像 很多很多 OK那這邊我不禁要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所以今年的主軸和題材 還會是AI嗎 去年它已經漲了幾倍了 今年它漲幅快要百分之百了 又要翻了一倍了 我們當然知道它的營收成長很快 但是如果它股價真的每年都這樣漲 那EPS一定是追不上的啦 因為EPS不可能這樣子 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長 這第一個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是喔 你看上個禮拜喔 美光的財報也出來了 就不禁讓人家好奇 我們現在是 真的由於揮答 把整個半導體的產業鏈 連低論都已經救起來了嗎 還是說只是短期內 消化庫存的昙花已現 現在是半導體因為AI即將大好 還是真的就只有AI那幾家的軟體商大好 其實終端需求還沒付出 剛才你也提到 手機現在沒有賣很好嘛 電動車也沒有賣很好 所以接下來的半導體產業 或者整個科技的生產力 它是不是會聚焦在某幾個產業 還是全面性的附屬 我覺得這個地方喔 客觀來講我自己是覺得 應該會是全面性的 因為很多人 包含我跟一些科技巨頭 在台灣的那個員工嘛 跟朋友我們在聊天啊 其實以前我就說 這可能感覺很像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 OK 然後結果他也跟我講一樣的話 我們在吃飯 他說我覺得這是 第四波工業革命 大戶之間的談話 都是這麼高大殺 沒有啦 第四波OK 所以說客觀來講 真的 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中間的空間很大 你看這一段時間 你從Copilot出來 Sora 一大堆 一路堆疊上來 這個速度真的就很快 然後你說 輝達在建構這個平台 而且這個成長的速度 客觀來講 以前大家會想說 哇 輝達還是AMD 因為現在 全球領先的超級電腦 還是AMD跟像素領做的 但是你看 輝達出來 它是 一家公司的力量 其實差不多就是那個等級了 差不多就是那個等級 所以客觀來講 這個東西的 算力的膨脹會 超乎我們想像 OK 那當然這中間 你說後面會延伸到很多 但是我們一會 一時半刻也講不完 對 我覺得後續我們持續追蹤 但是我覺得最直觀的 而且現在我覺得這一波 上禮拜 美光忽然大漲 是什麼 講虧味音 對 然後當然其實重點 這個地方 我也是在第一季 我在友台的節目 我就拿這個美光的毛利率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第一個 美光毛利率 這個記憶體 其實是有點緊急循環的概念 那當然這一波是講說 那個HBM 高頻寬記憶體說 哇怎麼樣 供不應求 已經賣到兩年後了什麼的 但是你看 過往的這一部分 這個整個記憶體的價格 就是股價 記憶體相關公司的股價 跟美光的毛利率 因為這緊急循環股 所以其實全市場是一樣的 所以你說 真的就是跟著 它的毛利率七七八八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那為什麼第一季就說 我覺得記憶體要注意 因為你看 上一季真的是在谷底 這是一路上來 現在也沒有到大好 等於是還有推升空間 對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產能就是很固定 所以就是排擠效果 你說真的需求來 毛利就上來 OK 就是這麼單純 所以你說這一塊 那當然為什麼用這張圖 這個是講那個 摩爾定律的影響 現在的狀況 CPU的效能 那我們當然扣掉剛剛回答 因為這是回答出來的狀況之前 對不對 OK 扣掉這個 回答的狀況的話 你看這個地方是摩爾定律的成長 但是你看 現在CPU的效能的成長 跟記憶體傳輸的速度的成長 這也是我們上次就聊過的 我說現在就是 算得很快 但是 心算高手用毛筆寫 答案嘛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一塊 記憶體會不會起來 我覺得很直觀 那當然你說 那個包含什麼 南亞科花幫念等等的 因為 我覺得對上游 比較沒有這麼期待 客觀講是這樣 因為畢竟我們 你說要做到 真的先進的東西 還是三大廠 OK 那我們可能這一塊 可能稍微弱一點 但是你說模組會不會受惠 我覺得模組會 所以模組廠 我覺得算是一個安全的選擇 所以記憶體我覺得 這一波上來 它也還沒動 而且甚至它很疲弱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時間點要選的話 我覺得第一 記憶體可以先看一下 那當然你說 記憶體其實我們之前 有做過其他股票 也做過一波啦 但是你說這一波 是不是好像也是整理完 好像又要再上 好 那個股的地方 我們就留 留在別的地方 再跟大家分享 那值得我們做一些 更仔細的探討 然後那節目來到尾聲 最後問一下 剛才其實講了整個 中線和長線 其實吳老師已經講了 非常透徹了 基本上連點位 都已經喊出來了 我們現在真正要聊的是 那短期內該怎麼辦 剛才你講到 距離短期的目標值 2萬0800點左右 差不多即將要達標了 也就是說 很有可能會進入到休息段 不一定是跌 但是以盤代替也是有機會的 那這一段時間 我忍不住要問 因為台北股市 剛好收到那次籌碼的效果 現在到本週我們看到 940的購買量 它的這個市場的資金賄賂 仍然在持續 更不用講 接下來推出的 941、942、943、944 到底會有多少的體量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來看待 目前的台北股市 是單純看你的財報嗎 還是說其實短期內 會有一些吃豆腐的空間 還是說我們太製作聰明了 也許人家早就已經抬起來了 我們反而可能被其他主力給吃豆腐 要怎麼看待這些 感覺跟投信高度重疊 又剛好有基本面題材的這些股票 OK 這一塊其實蠻有趣的一個話題 因為其實像我在1月初的時候 1月中左右 那時候我就開始佈局很多的設備股 那時候我壓很多設備股 結果莫名其妙 漢堂純股變標股 狂漲了漲個50% 然後我們下車 去年已經玩一波了 今年元月份又來一波 對 但是你看喔 其實我賣掉的那一天 我們出廠的那一天 還發生什麼事情 當天漢堂公布說 23年的股力要付21塊 結果我算一算 哇 還5%多耶 你說真的從那些比較大型 股價漲了這麼多 他殖利率還可以這麼高 對 你知道他要賺了多少錢 對 所以但是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出廠 第一個喔 你看短線他拉伸很快 對 那遇到這種狀況 你說有沒有大戶先埋伏 客觀講漢堂就是 台間最大的無城市供應商嘛 真的要埋伏 誰不會埋伏他 我們是不小心 真的就前面就先埋伏了 但是你說 這一段拱上來這些人 他會再回去拱他嗎 我覺得不會 客觀講 所以這兩個禮拜 就有整理很多 高質疑的清單給大家 我認為 能不能吃豆腐 我覺得可以 客觀講 我還是覺得是可以 但是 我中間我的篩選 我不會說 哇 殖利率高我就選 殖利率高我就選 那中間我們會思考說 如果你前一波行情其實漲得很多了 那我就會偏保守 因為很多可能已經下車走了 所以 這個角度是這樣 ETF要不要買 ETF沒有管你什麼基因經理人 績效好不好嘛 我規則定下去 該買的時間 我就是要買到足 也就是說 現在940其實還沒有買完 對啊 所以也就是說 他買是確定的 那你只是不確定 那些已經買的人 他會到多少 那怎麼看呢 如果舉個股來舉例 其實個股的話當然 為什麼群聯我把它抓出來 這個地方當然符合 我們剛剛講的記憶體的概念 那群聯現在的殖利率其實也是偏高 對 你說這個地方 這裡當然你說 強不強 其實這一段也蠻強的 所以你說 我們中間除了 搭配殖利率 我可能會思考產業的問題 然後從個股的角度 那當然個股的殖利率 也是一塊 然後再來你說包含什麼 籌碼 為什麼我會特別挑選群聯 我們今天就只講 等一檔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群聯除了 他是記憶體的部分之外 那當然他本身最近 公司也有一些 那個訊息出來 就是說AI的部分 那個老闆 他說 員工跟我講說 我要買兩台什麼DGX 然後就回答著伺服器 他說要多少錢 六千萬 他說不好意思我沒錢 他說那怎麼辦 他說好 我們就自己想辦法 他們就做了一個solution 這個地方大家去看 去查資料 我們就不多談 但是你看喔 這個地方 那個CB 就是我們講可轉載的部分 過去我們常常覺得說 可轉載 這邊常常會有一些籌碼的誘因 為什麼 簡單講就是 如果公司借錢 我到時候 我可以不還鈔票 我還你股票 那當然對我來講是好的 那你看這個時間點 它是什麼時候 今年的1月 1月23號 群聯二才IPO 才掛牌 對不對 長2成5了 對 但是 通常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算了 不要講太多 這種 目標價的事情 我們私底下聊 但是你說這個時間點 它出來 有沒有空間 我覺得有 概念上是這樣 我馬上已經有一些變動了 OK 好那節目來到尾聲 其實展哥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 和想法 可以直接加入展哥的Lineat 或者YouTube頻道 每天的解盤 每天的宏觀資訊 和微觀操作 和產業上的訊息 會更具細密的提供 可是節目來到尾聲 我還是不禁要好奇問 現在有一群人 會覺得說 台北股市都2萬點了 台北股市最近本意 比飆升幅度也很快 快要撞歷史新高了 總有一股覺得 台北股市 就算現在基本面在轉好 股價肯定也是跑太快了 可是我又有一種感覺 你看現在的量四五千億 好像真的比前幾個月大不少 可是有來到2021年的七八千億嗎 好像也沒有 所以你會怎麼看待 現在市場上的那種情緒氛圍 現在市場上到底是有 慢慢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還是已經進入到樂觀 而且到極度離譜了 你怎麼看 這個剛好也是 前兩禮拜有一個朋友在找我 他跟我講說 我覺得現在可以做股票 他就問我說 我想要做股票這樣 我就說可以 我說現在 確實我覺得可以進場 然後他就說那這樣好了 那我先拿一部分錢出來 先做 然後如果做得不錯 我第二季第三季我在加碼 多數人是這個想法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是Totally wrong 因為如果假設你這個時間點做了 順嘛 賺錢了 然後你加碼 剛好來高檔 2萬點剛買 2萬5加槓桿 對 然後槓桿加上去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 你說現在就要加槓桿了 對 我就說你要做就是現在 好好做 早期會all in 對 但是all in當然我們有策略 我們不是說 哇資金進去亂壓 但是你說 現在去少部分的錢進去 就賺到錢了 你後面再來加碼 那我就說你會剛好 加碼的地方 會把你前面賺的虧掉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是一直強調的概念 就是說現在2萬 因為其實從萬九這一段 我知道很多散戶投資人 心態都覺得 哇這麼高了 哇怎麼樣又創高了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這種心態 但是我就說好你會怕 我也認同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快一點嘛 所以之前我就一直在講 從12月開始講說 好那我們就做快達部隊 至少你短線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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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錢賺到了你就安心了 你後面要壓的時候 你就是拿市場的錢賺錢 這樣的概念 你心裡就啊反正這也是多賺的嘛 那我們就再壓 就不怕 那前陣子我們跟我們那個節目 另外一個主持人 去那個早餐店點早餐 看到那個早餐店阿姨在聊 那個00940嘛 他就很擔心啊 啊完蛋了 現在是泡沫 因為他一直在講啊 940多好 940怎麼樣啊 要不要買啊 再考慮這樣子 我說現在肯定不是泡沫 等到他教我一定要買 而且買的會多好 那個才是泡沫 等到他教你的時候就是了 所以請我投資朋友多做一些參考啦 2萬點從點位上來看 肯定是貴的 可是這個2萬點 跟2021年當時的萬八 完全是不同情況 也請我投資朋友多做一些參考和留言啦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開股達人秀再相見 感謝蛋哥 感謝各位